热点时评 美国之音 国事光稀 特约评论 从西方病到中国灾 还说中国是现代化 作者 吴国光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吴国光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 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 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证文 本栏再三批评中国是现代化 并不意味着我不承认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是有其理由的 通关西方与世界这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 问题 麻烦 代价 弊病 乃至灾难与罪恶都有 而且很多 有的甚至很大 早期的不说 只说当今 贫富悬殊 社会失序 环境恶化 价值撕裂等等 这样的问题和弊病处处可见 有些甚至击中难返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挑战 在我看来 习近平与中共鼓吹中国式现代化 正是看到了现代化的这些弊病 也强烈意识到了西方在实现现代化之后 不仅面临进一步挑战 而且应对挑战的能力大大下降这样一种困局 因此 试图超越人类已有的现代化经验 借此强化中共统治并挑战国际秩序 可是 要害在于 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好 中共的那一套意识形态与制度安排也好 既无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病 更无法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所谓后现代化的挑战 反而阻碍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 也制造和加深中国和全球的多种灾难 这就是说 中共以西方的弊病为由来合理化自己那一套 但中共所提出的用以排斥或取代西方的那一套 却必定给人类 也首先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中国过去将近200年的近代史 其实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其中 有尽管中国式 但毕竟强调现代化的时期 比如洋务运动 南京新政 毛后改革 也有中国式压倒现代化 以至排除现代化的时期 习近平之前的例子 就是毛泽东时期 前一种情况下 中国在取得现代化方面都有进步 但伴随的弊病也都很大 这些弊病首推贫富悬殊与官员腐败 在后一种时期 现代化没有进展 社会陷入巨大的灾难 这些灾难包括贫穷与饥荒 也包括暴力泛滥与人们的基本权利受到践踏 当然 学界有一种观点 认为共产党的制度的兴起 以及类似毛的那种治国路线 也是现代性的一种类型 就是说 那也是在追求现代化 不过不是以西方模式去实现现代化 而是另辟蹊径 甚至在根本上否认西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 所形成的基本价值与制度安排 要实现的是某种另类的现代性 我不否认共产党制度蕴含的某些现代性因素 原因很简单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 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现象 当然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现象 共产党所赖以成功的多种手段 从组织到宣传也都是现代手段 可是 不管它有多少现代性 甚至具有创造性的现代性 但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 共产党制度没有能够在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 要说那一套是另类现代性 我看应该称之为无法实现现代化的现代性 更重要的是 那一套不仅无法实现现代化 而且总在阻碍现代化 总在制造在现代化社会中 不容易出现的前现代化类型的社会灾难 现代化社会就总体财富来讲是脱离了贫穷的 更不可能有饥荒 也是保障基本人权 从制度上制约暴力泛滥的社会 我知道 有人会拿美国的枪支泛滥说事 这正是那种以西方的弊病来合理化中国制度的思维套路 不妨问一句 毛的文革中暴力泛滥和美国的枪支泛滥相比 哪一种造成的社会灾难更多更大 所以说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那种另类现代性 说辞是克服现代化的弊病 结果是制造出反现代化的灾难 我还想说 在共产党的那种另类现代性之外 在西方也存在很多种对于现代性的不同理解 当然更存在很多对于现代化的批判与反省 这些东西的存在 特别是其背后的制度基础 其实恰恰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生命力所在 这个制度基础就是自由与民主 自由保障不同的权力与声音 从而促进多元思维与批判精神 民主将个人权力 多元声音 与政府决策和公共治理相连接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 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才能够不断解决麻烦 克服弊病 如若不然 已经搞了几百年的现代化 还不是千疮百孔并入膏肓 你习近平和中共今天干嘛还要追求现代化 当然 中共反而是把自由民主看作西方弊病的根源的 中国是现代化 说到底就是不要自由民主的现代化 的确 在今天的西方 多种弊病正在加深 其中包括自由民主本身所遇到的挑战 其中一个极为重大的挑战 就是在全球都在追求现代化的今天 局限于在西方国家内部起作用的民主制度 当然无法应对全球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 而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反过来又对西方内部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深刻的侵蚀 我就此专门写过一本书 叫《反民主的全球化》系统讨论了这一现象 其实单看西方的那些弊病 比如贫富悬殊 比如钱权勾结 比如社会失序 在中国难道不是更为严重吗 为什么更严重 正是因为中共的专制制度 现在习近平说他的中国式现代化 就是不要这些弊病 并说只有中共一党专制才能克服这些弊病 这无意饮阵止渴 也许这些弊病在当年毛泽东的中国倾斜 但现代化在哪里呢 毛时代的灾难不是比这些弊病更要人命吗 邓小平坚持在一党专制下搞现代化 搞得西方现代化的原有弊病在中国放大百倍 西方的弊病是需要救治 但却不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能救治的 中国式现代化只能把西方病折腾成中国灾 就是为了治病把人堵死 现代化的弊病克服不了 反而产生更多的弊病与灾难 现代化也终成泡影 全文完